撒角梅的盆土到底应该怎样配置 才能让它开花禽开花多呢 欢迎们大家好 我是风格爱花卉 今天讲一下撒角梅在春季应该怎样花盆 想让撒角梅开花多开花禽 首先根系一定要发达 俗话说养花先养根 所以我们使用的土壤一定要疏松 透气不能把节 也就是说撒角梅最好使用青植土壤来栽培 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使用营养土来栽培的 现在根系已经长满了 需要换一个大一点的花盆 下面我就先讲一下撒角梅盆土应该怎样配置 想让撒角梅开出只见花不见叶的状态 盆土要透气性好 干湿循环的速度快 所以最好使用泥碳土或者是这种营养土 使用营养土的好处是 养根壮根营养均衡可以延长花期 它的主要成分是进口泥碳土 椰丝还有珍珠盐 关键是价格也便宜 一升还不到六毛钱 撒角梅的盆土配置比例为 五分的营养土 四分的田园土或者是 替换下来的旧花土也是可以的 再加一份羊粪 把它们充分的搅拔均匀 除了盆土以外 花盆一定不能太大 而且透气性一定要好 先在花盆的底部加点底土 再把原来的旧花盆放进新花盆内 放在中间 然后四周加土 在加土时四周要前冲一下 或者是拍打下花盆 让新土紧实一点 最后再把花盆慢慢的提起来 再把三角梅从旧花盆内慢慢的取出来 如果原来的土把节发硬 那么就需要去掉一部分 要是原来是轻质土像这一棵一样 那么直接种下去就可以了 使用这个方法来花盆 不管是什么季节 或者是刚刚发芽也好 找花包也好 都是可以的 基本上不受任何的影响 在花完盆以后 不需要花苗 马上就可以晒太阳 看一下这一棵 就是带着花包来花盆的 花完盆以后 再浇透水就可以正常的养护了 既不妨碍生长 也不打不开花 有需要同款营养土的朋友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小黄车里 了解和购买 如果觉得就你有用 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您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